那就是要跟老師介紹一下,就是把它用在班級經理 跟所謂的學習歷程上面 那個昨天又看到教育部有送大家一個聖誕禮物 所以在公館 對,公館的不續約 所以學校要自己講到什麼 對對對,因為他決定不要把責任講在自己身上 讓大家自己負責就好 來,所以不管怎樣,我們 今天有幫大家準備一個群組,那這個群組有一個代碼 在這裡 老師,我們這個代碼 不分大小寫,六位數 不分大小寫 這個,您待會 看上面,那怎麼加到我們的 這個群組裡面,因為我現在沒有包胎 對不對,所以你在 這個發現不會看到 那老師呢,您進到我們的這個群組 左上角這個群組 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加入 您就打入我這個代碼 這樣就可以 沒有分大小寫 現在老師都加進來之後呢,我們來看一下,我看了 有幾位老師加進來的 好,在我們右手邊,右手邊 現在 總共有六位成員,有沒有 老師都進來了 好,那 其實說真的,像我如果在國中小 因為我的 教學年齡範圍比較廣 國中小,高中指導,大專院校,到社會人士都有 那如果是年齡比較小 我通常都會讓他們用代碼 就是他們 因為one note有一個優點,就是他有所謂的反課代碼 也就是 像現在同學,他們常常 其實不太會去用所謂的 信箱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就會幫他們建一個 或者讓他們用反課進來 有沒有,這樣就不用註冊信箱了 那我按一下 取得一個8位置的代碼,下次他用這個代碼 就可以直接進來 這樣就變很單純 嘿嘿 不過通常大部分我都會幫他們簽建 我就連加入的動作都完成 這樣我們 我在上第一堂課的時候 我只要給他們代碼,他們就不用做 花那麼多時間在加入這個 時間上面,要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就是一個代碼產生出來了 所以 這個是one note另外一個,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這樣你就不用,一定要綁住那個 一般的其他的那個信箱 那他在上面這裡 可以編輯個人資訊,我就會在這裡把它換成同學的名稱 這樣大家在看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而且呢 如果 旁邊已經有同學 登錄進來 那 他忘記他自己的 他也可以跟我一樣 就找到右手邊這裡 是不是看到 成員對不對 你看 他在這裡就會顯示他的帳號 他的那個帳號 所以 這樣子也不定要問老師 就是只要旁邊有同學進去的,他一樣可以看不到 OK 那各位進來的之後啊,你會發現這邊 他就跟我們 剛剛單純的課程比較不一樣 因為要做班情經營 就跟老師用Google可能是不是一樣 至少要有一個什麼 訊息嘛 對不對 我要跟你溝通比較方便 最新消息 所以可以像這樣子 在這邊我就放一些訊息 你也可以貼影片也可以貼這個 連結都沒有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真正的內容其實在所謂的任務這邊 也就是說上課的教材 會放在這裡 然後放在這個地方 那我給老師看一下,其實 我平常的 是放這樣子 看一下 我給老師看一下 我平常現在上課的 好像在這邊 任務 好任務沒問題 因為像 在這裡我每一堂上課我都會錄 所以我會像這樣子 那也會在這邊先跟同學公告 哪一堂的課程進度要上 然後呢 我的任務 裡面我就很清楚的告訴他們 哪一堂 上的內容 在哪邊 好像這樣子 然後呢 在這邊 還會有 歷史教學影片 老師已經有點歷史 因為上課很多年,錄影很多年了,所以我就會把我的影片 就放在裡面 所以他們有需要的就可以自己進來看 那同學有沒有看就是一個重點 對 所以我就會點右上角 看看同學有沒有看 他像我昨天公告的現在都沒有進來看 這要花錢 這個不用嗎 到這邊為止都要不用花錢 對 那 在我看下面 這個應該 這個已經上過了,同學就會進來,有沒有哪位同學看什麼都是都看得到 對不對 那裡面也可以做測驗 裡面可以做測驗,那如果是那個 影片的 影片的 我剛好提到有一個是屬於付費功能的 有沒有 我看一下這裡 這裡有一個同學有看的 看一下 好 你看 這位同學 是不是有看 對不對 那我看一下還沒有其他的 這邊沒有 這樣 你如果要看他看到哪裡 我點下去 假設他沒有看完 做完還可以做這一點 我就可以知道他看到 這樣就蠻重要的 那如果他顏色比較多代表他有重複看 但是這個是屬於付費的功能 那如果是老師免費的就是只有看到這一段影片他看了多少 看了多久這樣子 那 另外呢 我看我找比較前面 比較前面的 像 我們在這裡面 我都還會有就是一些 就是所謂的 隨堂練習 這樣的 也就是說我上完 因為我們都是 軟體操作作作品為主 那我要讓知道說同學到底有沒有了解 我會有個類似這樣一個水堂測驗 好那這個測驗跟我們剛剛那個影片不一樣 這個也是出題 但是呢我可以從這裡面看 我先從學生的 這裡有三個回答 看一下 你看 他們都答一次有沒有 就過關了但是有些同學可能會打 答兩次答三次 那沒關係那我們看這裡 也可以依題目顯示 然後這一題 哪些同學答對 哪些同學答錯 那個百分比多少 我都可以知道 我就可以知道說同學到底對我們今天上課的這個概念有沒有了解 題目不用多 因為我只要關鍵幾個就知道 哪些同學會或不會 那個比例如果太多 我們就知道 這個關鍵大家不太多 就可以再去做 說明 補充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 OneNote裡面還蠻方便 這邊我所講到這邊都還是免費的 只有剛剛那個 影片的那個最詳細的那個是付費的 好那你看像這裡這個是同學沒過關的有沒有 那我就可以進到這一題我來看一下這一題 比較多同學有回答 你看 這位同學回答的五次還沒過關有沒有 但是沒關係我可以從這邊點進來 我就看他的 好 這裡 你所看到的是他 第一次的 你看他每一次的回答的同學都看得很清楚 看到這個我就知道一件事情 他有用拆的 因為只有拆的才會突然高突然低 但是重點就是說我們要知道 你說他第一次回答的 我就去看 原來他第一次是這裡錯 他可能有答錯的這題不會回答 類似像這樣 我們就可以針對同學的學習 狀況會做得比較清楚 這個是我覺得 我們還蠻喜歡他的功能 因為OneNote我大概用了 七八年 而且這些功能幾乎都是從一開始就用 所以我就覺得我在準備教材上面我就變得相對比較容易一點 好 那 老師有 看過我大概的這樣使用之後啊 其實你看在右手邊也會有一些 互動工具 比如說老師要抽人 倒數計時啊 其實這些就很早以前就有了 他以前就有這些工具 好 我們現在就看到回到老師這邊來 這裡呢 那 我就沒有像我平常上課這樣啊第幾週第幾週因為我們就一次而已所以我的 任務這樣子 他把一個這樣子 課程 這樣叫做一個任務 那 我這裡呢就準備了測驗體跟教台的類型 再來類型 所以 我們待會呢就請老師來試看看你可以點到這個任務這邊 點到任務這裡 然後呢 在OneNote裡面 他可以出幾種 就是所謂的測驗體 幾種測驗體 那老師呢等一下可以一起體驗看看 好來老師您先看 這裡 我這裡有寫 第一個就是練習體 那練習體就是我剛剛的那種隨堂練體 也就是說同學可以回答N次 直到 完成你所指定的那個標準為止 就是不限 考試次數就對了 好 所以老師第一個 24節氣 是農曆還是國曆 反正答錯了你知道你還有 N次機會 最近 禮拜一 禮拜 禮拜二大選 再來就被立東 對啊 所以老師可以回答看看 好 哇糟糕 我馬上看到統計結果 呵呵呵 我有開放統計結果 老師可以決定要不要開放 您按哪裡按右上角是不是有一個進度 你按下去就會看到跟我一樣的畫面 這個老師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開放 有沒有一樣的 嘿那我怎麼看到大家回答的情形 除了這裡以外 您可以按 題目這裡 就是這個題目上面按一下 這樣有沒有看到 有人回答幾次了 呵呵呵 那你點進去 就可以看到他每次答題的情形 當然我們也可以怎麼樣 從上面這裡現在是用預設是根據學生嘛 我可不可以用題目就好了 不要針對個人嘛 點下去 看一下大家回答的情形 原來 大部分的人 都已經 答國力了有沒有 因為答案就國力嘛 可是有一位老師答農曆 不要緊 至少要長姿勢 這樣大家是不是就比較清楚 就是說那個回答過程 而且 你不要忘記喔 你看我用題目來看還可以看什麼 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是最後的結果 其實 我最喜歡看第一次腳標 因為 這樣子 通常可以知道 大家的問題在哪裡 有沒有發現 對不對 對不對 原來 第一次的時候其實大部分老師打的是農曆 對對對 這樣老師了解意思 這個叫做 列習題 那第二個 我們再來看一下 老師剛剛我們 後面這裡我有寫 有沒有這個叫做投票題 這種就是一番兩番的 就是只有一次機會 才有一次機會 才有一次機會的 所以點進去 就比較像我們一般的 那你點進去之後呢你就選 因為 像這一題的話 我們那個 YouTube上影片 來這裡 我給老師說明一下 我們常常不是看到影片上面 有這個數字嗎 這個代表是影片的高度 還是影片的寬度 還是你覺得 嗯 有其他的可能 對第2題 考的是這個 所以老師你可以回答看看 我看一下 三位老師已經回答完了 你看我們這樣 就更能夠掌握大家的 雖然我沒有下去走 尤其是線上的時候 老師不可能 每個同學畫面都切過去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像 近年剛開學的時候更混亂 有線上的跟線 所以像我現在上課 我就是 同時開 線上 那線上來的 也會一起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我要準備兩台網路攝影機的 因為呢 我要給線上同學看到線上有哪些同學來 這樣他比較有參與 對對對 那有些同學當然他是比較喜歡在線上 他不想抬 沒關係 反正至少我知道他有在線上 對對對 因為大部分同學都不會看網路攝影機 這個應該老師很有感覺 好來 那我們看一下囉 大家回答完了 但是呢 這一題呢 是投票 所以這裡看到的只是代表有獎卷而已 不代表答對 答不答得對 在這裡 糟糕 沒有老師答對 你就知道正確答案是哪一個 沒有老師答對 當然是影片的高度了 那個不是寬度 對對對 那是影片高度 對 往下卷就知道誰答案 這樣了解 這個就是比較像我們一般的 那種測驗 好再來 我們回過頭來 你看他測驗體還有另外一種 這個我很喜歡的 塗壓體 因為 只要有選項的 就會有 拆的成分 對不對 對 那塗壓體就不一樣喔 比如說一些實驗的過程 或者一些所謂的那個流程 你說觀念不對 那一定錯 所以我這邊就考考各位 這一題 我們 你看喔 您進來之後 這裡呢 就有一張圖片 而且 你有發現右上角 是有那個 工具給你 恩 那我們說未啊 不是有 幽門跟分門 兩個 幽門感軍 到底是在哪一個門 特別找英文的就是希望同學不要直接看到中文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筆 喔 去圈 你去圈 看你覺得 是哪一個 那如果 答題完成之後 您看一下 在右下角這裡有沒有送出 有一個飛機這個就是送出答案 對對對 那如果錯了 反正上面有橡皮擦 或者把它清除有沒有 像這樣子 所以呢 老師你就可以答題看看喔 來看一下 已經有老師答題 送出來了 盧老師 我亂答 沒關係 打勾子代表我教卷 我們還不知道正確是 有沒有 正確 對齁 所以 好四位老師回答完了 有沒有發現我們這樣就比較容易掌握同學的一個進度嗎 好 那我們就來 揭曉一下囉 塗鴉題 有沒有感覺 每一張圖片大家畫的都秀出來 好 好 我看一下 1 2 3 4 4個答對 這裡兩個 這樣不行嗎 這個 上面是奔門 下面是優文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 因為這個沒有選項的 所以他一定就是一定要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 所以像這一題這種的我也蠻喜歡的 好 那再來當然我們會有什麼 影片體剛剛就 各位就知道了 這個就不用再看了 好 另外下面 像什麼檔案上傳跟 這一題的話 這兩個是付費 好就付費功能才有 就是老師可以把 你比如說我們常用的那種考卷啊 直接 PDF或圖片檔就墊在下面 就他可以直接上傳 然後同學就直接回答 第一題是圈叉還是選項的 OK 那上傳 作業這個就是 他也有提供類似像Google開始書那樣 把檔案上傳然後直接在他們批桿的功能 但是那兩個是付費我就先不講 所以 主要是像這樣子 老師有沒有感覺到我們測驗提醒 這樣也很OK 當然你也可以把比如說Google表單啊 也可以砍入到這裡面 也是可以 那 體驗過了 就要讓老師自己來準備喔 對不對 我打開我的給你看 你就可以知道要這個這種 測驗體要怎麼準備 這一段我就先到這邊